酒量是糯米制作而成的 它也被称为糯米酒或甜酒 酒量的口感是比较好的 具有一定的滋补效果 酒量有新有旧 选购酒量的时候 可以看玻璃罐中的米 米的中央有一个洞 洞大的比较老 洞小的是新发酵的 此外老酒量的米也比较膨胀 所以也使得米粒间的空隙比较紧 相反的 年轻的酒量的米 看起来就不是发得很大 米粒间的空隙也比较松 选择的时候 最好用老一点的酒量 因为老酒量的味道较浓较香 如果是初次吃酒量的话 那么大多数人都不会喜欢那种味道 建议初次食用酒量的人买新酒量